疫情之後 觀光旅遊再度成為熱門休閒活動 濃濃日本東北的雪季很適合深度旅遊 還有義大利朝鮮之旅 充滿神秘色彩的埃及等 道江商職廣社科的高三生 憑著自己的設計長才 以環遊世界為主題 創作出關於熱門景點旅遊的周邊 我們這次整個廣告設計科的必展主題是 旅遊觀光的類型 那我們這個組是做日本觀光 那為什麼會做日本觀光呢 其實我們這個觀光景點都是圍在日本宮北的六個縣市 包含山形 岩手 青森 福岡 那主要為什麼 是因為其實台灣人去日本觀光 各部分都是去宮津 金箍這類的縣市 反而在宮北這個行程 其實沒有人可以去關注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地方 我自己 雖然我沒有實際去過 但是我有查閱滿過資料的 發現其實那邊也很美 只是就是真的 而且人 真的是觀光客很少 反而更值得去 就是很好地去深顧旅遊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整個規劃的行程剛才有二十幾天 就是真的很深度地去看索 這個每一個縣市的一個很多地方 我們這次選擇的國家是以意大利為我們的主題國家 然後我們在設計中是有參考許多就是當地的一些歷史跟環境之類的 然後我們去做那個行程上的安排 然後我們的話是 因為當時在查資料的時候是有發現說 意大利的紅酒其實並不比其他國家還要來的弱 所以 而且也挺有名的 所以我們將一些意大利的酒莊融入進我們的旅遊行程中 然後我們在LOGO設計上是選擇是以當地比較知名的 像是比薩鞋塔跟羅馬基地塔 還有那個紅酒的酒瓶去做設計 形成了我們現在的那個LOGO 然後我們的標準是一起是選擇是使用意大利比較常出現的元素拱門去做設計的 然後我們一起是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 之前因為疫情 所以那個大部分時間旅遊都是被停擺的 然後現在疫情已經比較好一點 然後可以希望可以大家一起出去旅遊 然後顏色的話是選擇是用那個意大利國旗的紅與綠去做設計的 我們這一次的畢業展 2024年的畢業展的主題是環遊世界 遨游到江 那最主要是在三年疫情以後 我們旅遊產業非常的興盛 因此我們對日本 德國 英國 希臘 還有我們的就是埃及等等 義大利來做我們的就是旅遊產業的產品設計 他們所呈現出來的都是我們也融合了我們電競 因為電競在電腦上面的設計 還有我們廣告設計組 還有表演設計組 我們都融合在裡面做畢業成果的呈現 那將三年所學 他們都是呈現了非常好的所有的作品 今年的學生他們是做旅遊為主題 然後他們的作品都是自己發揮自己創意的 然後他們都沒有出過國 但是他們都能夠表現得很好 他們說做完這一次的畢業展好像已經去環遊世界了一樣 他們很開心 有這麼多元化的主題 然後有這麼活潑生動的主題 而且他們在學習中受到指導老師的指導 在編排方面 在色彩的搭配方面 在炒除的設計方面 他們都有很大的成就 我想日後對他們畢業以後 往大學再繼續的發展 會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這也是他們的基礎學習 基礎學習到了大學以後 就能夠更深一步的進階的學習 稻江商職廣設科歷史悠久 成就了不少業界專才 這次畢業展 除了秀出高三升的學習成果 也找來傑出校友 分享職場經驗與學科知識活用 我覺得稻江的廣告設計科讓我學習到如何裝扮自己 還有包裝自己 還有創造未來人生的無限可能 我從在稻江拿到了台語歌唱比賽的第一名開始 我就一路拿著麥克風拿到了現在 我覺得稻江給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自信 所以我非常感謝稻江商職 我目前是開個人工作室 然後就是在做私宅教學 那可能是興趣的 也有可能是比賽的 就是很初階到非常高階的一個課程都有 那所以到現在如果說是比賽的話 以一個老師的身份 就是我也必須要去一直往前進 累積更多的經驗 就是你不是說得了一次獎 還是比過一次賽 你就是在原地 你必須一直跟上時代 然後讓自己的技術不斷推進跟上潮流 所以其實在稻江的時候 我就有參加很多比賽 比如說花燈比賽 比如說學生美展 繪畫比賽 那其實從那個時候學校給我建立的一個比賽的心態 然後時間上面的規劃 還有就是我那個時候所學 比如說我在歷史 藝術史課本上面看到的藝術家的作品 然後還有就是我畢業展那一年 我記得我做的是原住民的主題 對於我未來有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其實在我未來比賽 我人生四次比賽當中 有一次就是有關係到 複科的就是藝術家的作品 然後去做一個創作的比賽 然後有得到金獎 廣術科分設計組及電競組 不僅在電競各項比賽上名列前茅 在廣告設計上也能設計與製作出作品 畢業後他們將有設計知識與電競兩個專才 多元發展 可以說是道江商職廣術科的一大特色 記者問君 台北報導 富翔